這個顏色怎麼怪怪的 我們先來看這個One-Way ANOVA One-Way ANOVA的概念 它是利用F檢定 F檢定我們之前其實有說過 就是它基本上也是所謂的變異素 利用變異素相除的概念 所以它在做F檢定 它其實本來是在檢定變異素 但是我們這時候利用變異素來檢定平均素 它怎麼檢定呢 它就分成兩個概念 這概念很重要 期末考一定會考你們的 叫做群間變異 跟所謂的群內變異 它利用這兩個特別的變異素 來代表這個所謂的不同樣本之間的平均素 到底有沒有顯著的差距 那什麼叫群間的變異呢 群間變異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有三個母體 我三個母體去取樣出來三個樣本 這個三個樣本 這個三個樣本有平均素對不對 樣本一有樣本一的平均素 樣本二有樣本二的平均素 樣本三有樣本三的平均素 基本上這三個平均素 就可以構成一個數列嘛 那這個數列 它的三個數字之間的變異素是多少 因為它是從各個群組拉出來的樣本的平均素 去看它的變異素 所以它就變成叫做群間的變異素 知道嗎 就是說像 那這個 好啦我們不要只有三個啦 我們假設一二三 到N個好了 我每一個樣 假設我有N個母體 N個母體我去取一個樣出來 我會得到一個S1 bar 這邊我會得到一個S2 bar 所以我會有 假設我今天有N個 有N個母體的平均素要去比較的話 那我每一個母體都去取一個樣本出來 可以得到一個什麼 平均素嘛 然後第二個得到平均素 第三個得到平均素 第N個得到平均素 那這N個平均素 這N個平均素 我可以去算這個N個平均素 它們的變異素 知道嗎 這反正這是一個數字嘛 這也是一個數字 那這邊有N個數字 但這N個數字都是來自各個母體的平均素 那這N個平均素 它本身就是一個數列嘛 那這個數列 你就可以去算出這個數列的什麼 變異數嘛 對不對 這是N個 也可以去弄成一個變異數啊 那這N個數字的 所代表的變異數呢 就是什麼 因為來自各個群組 來 抱歉 抱歉 它是來自各個群組 所以它就是叫群間的變異數 因為它是來自各個群組 所以 S1 bar S2 bar 到Sn bar 這個各個群組之間 它的這個平均素的差異 的變異的情形 就是叫群間變異數了 那什麼叫群類呢 那群類就代表我今天 把這個取樣出來的結果 這邊假設第一個取樣十個 這也取十個 都同樣取十個編異數 對不對 要取十個樣本數出來 那這邊總共有多少個 N乘以十個樣本 這把N乘以十個樣本 這個全部把它LAMSUM在一起 LAMSUM聽得懂嗎 LAMSUM就是把它全部聚合在一起 就把它捆在一起 全部把它BUNDLE在一起 的所有的數據 剛才這邊有幾個數字 剛才這邊有N的數字對不對 N個數字算出來的就是群間變異 那我這邊假設每一個都取十個 都取十個 都取十個 那我把它全部把它包在一起 總共幾個數據 就N乘以十 對不對 N乘以十個數據 N乘以十個數據 這樣的數據 把它全部把它組合起來 去算它的變異數 那這個叫做群內變異 就代表它是整群在一起 我把所有取樣出來 不管是從哪個母體出來 我把它全部放在一起 那這個樣本數有N乘以十個 這N乘以十個的數據 所得到的變異數 就叫做群內變異 這叫群內的變異 那如果只是各個母體出來的 S1 bar S2 bar到Sn bar 這只有N個數字 所得到的數字 的數字 的data去算出來它的變異數 這個叫做群間變異數 這樣知道嗎 群間跟群內很重要 小妹妹我怎麼睡覺了呢 要睡喔 怎麼累啊 這樣知道嗎 群間的概念就是各個 因為你今天是要算 算不同群組嘛 那因為今天是超過2 所以可能至少是3個以上的群組 那3個以上的群組 假設我們今天用N個群組來看的話 那N個群組 每一個群組各拉10個資料出來 得到的一個平均數 那這時候有N個平均數 N個平均數去算出來它的變異數 就是群間變異 這代表群跟群之間差異到底大不大 那群內變異呢 就是它自己把它全部把它合在一起 把這10個變異數 把這N乘10個所有的data樣本數 全部把它組合在一起 就代表這一群裡面 那這一群裡面 就代表它是整群的 所以是就代表群內的變異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變異數 把它相處 把群間的除以群內的 群間的除以群內的去相處 所得到的一個減定值 這邊代表一個減定值 這個減定值 會是一個所謂的F分配 因為它是變異數嘛 我們上次說過F減定 不是就在減定那個變異數的差異嗎 所以它這個是用變異數的相處 得到的是一個F分配的結果 那這個F分配的結果 如果這就是一個F分配的一個減定值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這樣一個減定值來看什麼呢 如果平均數之間差異不大 那它的群間變異估計會跟群內會很接近 說你各個群差異不大 我這個差異不大 那我跟我的整個把它組合在一起的差異 也就不會很大 是不是很合理啊 這個這樣的邏輯思考可以接受嗎 我群間的變異 本來是各個群去算啊 這個各個群去算 如果他們這個群間的差異不大 這個差異不大 那它的差異不大 跟我把它全部組合在一起的一個完整的數據 他們之間的差異當然也不會太大 那這時候他們之間的變異數就不會差太遠 不會差太遠的結果 結果這兩個相處就會怎麼樣 就會約略是等於1啊 如果是約略等於1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說 那所以這個什麼 這n個平均數就會差不多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有沒有 所以f減定值如果約等於1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你的虛無假設 虛無假設的意思是什麼 還是一樣啊 這邊現在是比較平均數嘛 所以假設今天是n個群組 n個母體 那n個母體它每一個母體的平均數 如果它的f減定值接近是1的話 那它的虛無假設會成立 代表這n個母體的平均數是沒有 沒有什麼太大差別的啦 那如果差異很大的話 如果是差異很大的話 那這時候你的f減定值會大於1 因為你的群間變異會超過群內的變異 就是每一個個體之間的差異 就是每一個個體之間的差異 各個別的s1 bar s2 bar到sm bar 它們之間的差異太大 比遠比你把它中和加起來的 整體的這個樣本數來看起來的話 它的差異更大的情況之下 那就代表 代表這n個母體之間的平均數 是有很大的差別 那這時候虛無假設就會被拒絕了 所以總共的概念大概是這樣 不過重點就是在這個群間跟群內的變異的概念 這個可以理解嗎 就是說 或是說怎麼說 當然這是一個概念 如果你要把它轉換成一個實際的例子來看的話 怎麼說 我們用身高好了 假設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那我們要看看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 這個四個群組 四個母體 它的身高有沒有差別 那因為這時候是有四個母體 那四個母體你要比較 同時比較這四個母體 他們之間的平均身高有沒有差距 所以我就從大一中山大學大一抽十個人出來 然後大二抽十個人 大三抽十個 大四抽十個 那假設都抽男的好了 因為如果性別有影響 那我們就把性別因素先排除掉 就先抽男的 好 那抽出來十個大一的身高 這個十個人的身高 它的平均假設是170 然後大二的身高 假設是171 隨便講 然後大三169 大四172 這次抽出這四個 那這四個身高 這四個群組的身高 那因為你各抽十個嘛 所以你的總共抽的樣本是多少 四十個嘛 所以這四十個樣本 就是大一大二大三你大四 你各抽十個 所以總共抽出來的樣本是四十個 這四十個你就不要分它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你就去overall去算它的什麼 就把它聚合在一起變成一組資料 那這組資料去算它的變異數 就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overall 這是群體 這個就是所謂的群內的變異數 然後呢 那我剛說過大一是16 大一隨便啦 170 171 172 169 那這四個變數 這四個數字去組成一組資料 然後你去看它的變異數 那這個變異數就變成是各個群之間的變異數啦 那各個群之間的變異數如果差異很大的話 如果差異很大的話會怎麼樣 各個群之間的變異如果差異很大 那它的變異數就會比那四十個聚合起來的什麼 變異數會來得更大 那這時候你的什麼 它的這個檢定出來的結果就會大於一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你原來這四個群組之間 原來它的這個 因為它的四個群組之間的變異數差很大 代表它的什麼 平均數也會跟著變異差很大 所以這是一種所謂的替代的方式 利用變異數的替代方式來反推 它的這個多群組之間的平均數 到底有沒有差異啦 那重點就是在群間的差異跟群內的差異之間的 有沒有差別啦 那概念就是這樣 那因為你如果沒有差很多的話 那理論上照理說 我如果抽出來大1也是170 大2也是170 大3也是170 大4也是170 那它的群間的變異就很小啊 那群間的變異很小 那你再把它全部的組合起來 四十個組合起來 它大概也是170啦 那170除以170 當然那是平均數啦 只要是它的變異數是接近於0.1 那那個也是0.1 那兩個0.1除以0.1 它就會接近於1 這代表它的變異不會差很大 那不會差很大 相對於它的平均數也不會差很大 這種概念 那如果差 如果這個變異數差很大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就代表它平均數會距離得很遠啦 距離很遠 OK 反正這就是它的這個 所謂的變異數分析的這個主要的概念 主要分成群間跟群內啦 那你要先搞清楚 什麼叫群間什麼叫群內 是按照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概念去做它 好 那當然還有一些假設檢定 假設的條件 常態分配或者是獨立的 然後呢 母體的變異數要一致喔 這個有一個比較嚴格的要求 並它自己原先的母體的變異數要一致 然後呢它是個隨機樣本 好 那在做這個假設變異數的F檢定的時候呢 它要算什麼 它要算出每一個樣本的平均數跟變異數 所以 假設這邊有k個樣本 就是有k個母體啦 那我們就取出k個樣本 所以你要算出se bar到sk bar 然後呢把每一個樣本數的這個變異數也要算出來 那s1 square一直到sk square這個都算出來 然後算完之後呢你要算出它的總平均 那總平均是什麼 叫grad mean grad mean就是代表把這個所有的數據組合在一起 它的總平均是多少 要算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算它的所謂的群間變異跟它的群內變異 那群間變異 那變異的概念呢 這公式可以不用記啦 這公式可以不用記 但是你稍微知道 它其實跟我們算變異數的概念有點類似 我們當初最原始怎麼算變異數 最原始的變異數概念是什麼 不要忘記啊 這最基本的概念啊 什麼叫變異數 對啊 就是分散的程度 但我們怎麼去算它的分散程度 是不是要有一個中心 那個中心是什麼 就是平均數嘛 就是距離平均數它資料分散的程度嘛 對不對 距離平均數它資料的分散程度 但是因為有正有負 所以我們要把個別資料減去平均數取平方嘛 然後再除以m嘛 或除以m-1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 群間的變異是什麼 群間的變異 剛剛就說過 se bar到sm bar 或是sk bar 那它的總平均是什麼 它現在的總平均就是grad mean s bar gm 就是它總平均 那用s bar減去s bar的s gm bar 那這個就是類似算它的這個群間變異的概念 取平方嘛 然後除以k-1 因為它這邊有n個 這邊是k 這邊寫n 但其實它這邊是k k-1 然後再乘上一個ni 但是乘上一個ni 就是你的樣本數 又當成是一個權重的概念 這樣去算出它的叫做群間變異數 群間變異數 群間變異數 這邊我們把它叫做s sub b 的square 就是s通常代表standard deviation 對不對 就是標準差嘛 標準差的平方就是什麼 標準差的平方就是變異數啊 對不對 然後呢這邊加一個b代表什麼 代表between的概念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說b嗎 between between group the variance 叫群間的變異 然後群內是within 所以我們待會還有一個sw 對不對 所以這是s sub b square 這代表群間變異數的算法 大概是這樣 那稍微知道就好了 不用去記它 那群內呢 群內的變異數就是 就是total加起來啊 那total加起來就是 個別的si 個別的 就是你個別 個別取樣出來的這個si 就是它的這個變異數 各的變異數 你去把它做加權平均 其實就可以算出它的整個 total的東西啦 整個total的 那最後算出來會是等於 n n是 全部的取樣數 減去k是你有幾個個數 然後分支sum i-1 這個ni-1本來就是類似 呃 類似有把它做加權的概念 就是原來是 它的分母是sum i-1 sum i-1 那i當然就是從1到k啦 這個i都沒寫 i是從1到k 就代表你有k個樣本嘛 那所以這邊加起來 其實就是它的總 總total的樣本數 就是你這n 全部取出來的總樣本數 減去k 看你有分幾群 這個如果是n群 就扣掉n 那這邊是k群 所以n扣掉k 那分子還是一樣啊 分子還是一樣 就是把它個別的 個別的什麼 個別的變異數 s sub i的平方 就是它的個別的變異數 把它做subvention 但是它前面 把它乘上一個n sub i-1 那就是類似用它的這個 變異數的一個加權平均 那這是它的群內變異數 那這個符號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公式可以不用記 群內變異數就是sw within within group the square 就是它的群內變異 所以你要先去算出總平均 群間變異跟群內變異 然後算完之後再次把它 再去把它做成它的減定值 就是用群間的變異數 除以群內的變異 得到一個叫做f的減定值 那f減定值這個一樣 基本上f也都是大於等於0 那如果是虛無假設是等於1 那如果不是虛無假設 就是遠大於1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一個 幼微減定 所以它的f減定也是幼微減定 那減定的 因為它這個有分子分母嘛 所以f分配它的自由度 就分為是你的分子自由度是 分子是因為是between 這是不同群組之間 所以它是有k個群組 所以它的自由度 分子的自由度是k-1 那分母是全部的 全部的這個取樣數 扣掉你的k 扣掉你的這個幾個群體 所以是n-k它的自由度 那這樣的話就會得到 你的這個f減定的c critical value 你的自由度的時候 要利用這個方式去找它 所以這邊的k是群組 n是總樣本 代表ne到nk 這個當然 你把這個東西都算出來之後 你當然就可以去做減定 所以接下來的概念就是一樣 你把重點就是要算出 這個f減定值 這個f減定值 裡面當然是由所謂的群組 群間跟群組 這叫什麼 群間跟群內 群間跟群內這兩個變異數去算 那算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然後再去做它的假設檢定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方式去做它 但是 當然這個算法有點複雜 我們最後通常會用一張表來呈現它 那這個表呢 之後我們直接在excel也可以直接算出來 所以這個表要看得懂比較重要 這個表怎麼看呢 它一樣會跟你告訴你 如果你是在one way ANOVA 它會有一個ANOVA的這個summary table 它會有來一個變異源 來解釋我們剛才的這個變異數分析 群間 群間的 然後還有群內的 然後還有一個總和的 那這個群間的呢 它又會先寫成一個叫平方核 然後這一個自由度 然後再一個均方 然後最後再給你一個f value 最後它會得到一個summary的table 類似這樣子 好那這個要先看得懂它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它的平方核呢 SS SS sub b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這個sb square的分子啊 這個叫做群間的平方核 叫sum of square between groups 群間平方核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謂的分子 sb square的分子是什麼 這個分子啊 這個分子就是我們所謂的 我們這個表裡面的SS sub b 那它的自由度 因為它就是分 分子是自由度嘛 是k-1 所以呢我把這個sb 除以k-1 就會得到什麼 均方 得到這個ms sub b 那ms sub b 就是一個叫均方的概念 叫min square min square的概念 那你看喔 這個msb其實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我的sb square 因為你 再回來看到這個 這個剛才說這個就是叫均方有沒有 不是均方 這個叫做 叫什麼名詞 常忘記 叫做 平方核 這叫群間的平方核 群間的平方核 群間的平方核 就是我們剛才的這個s sub b square的分子 那這個分子再處於分母 它的分母就是自由度啦 就是k-1 所以除上自由度之後就變均方 所以這個叫均方 所以你的msb就是你的s sub b 除以k-1 然後呢 你的這個msw就是s sw 除以n-k 它的自由度 ssw就是s sub w的square 就是它的群內的這個什麼 群內的變異數 群內的變異數 它的分子的部分叫做群內平方核 那群內的平方核 就是這個這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再處於它的自由度 就會得到它的均方 那得到它的均方之後 我們再把這兩個怎麼樣相處 這兩個相處就會得到我的什麼 f的減定值啦 所以這些數字呢 我們待會兒用這個 用Excel裡面的這個 anova的分析的時候 它都直接會告訴你 直接告訴你 那 所以就不用再去很辛苦的 從頭開始算 從頭開始算 所以我們直接待會兒來 直接看例子 重點是這個表 這個表一定要注意 這個表這裡面所代表的意義 就是跟我們剛才在算這些東西 所謂的群間變異數跟群內變異數 是有關係的 所以注意看啊 這個有沒有群間變異數 這個是它的剛才說的平方核 這是一個平方嘛對不對 平方核sumension 然後它的分母就是它的自由度k-1 然後群內的呢 它一樣這個也是一個平方核 平方核 然後除以它的分母 分母就是它的自由度m-k 對不對 所以這個群間變異數跟群內變異數 我們最後都可以利用這個table 裡面可以去呈現出來 然後最後算出它的f 好 那我們可以直接用一個例子來看 這邊要檢定什麼 三種房車它的這個油耗 所以它挑了不一樣的車子 小車挑了四步 房車挑五步 豪華車挑了三步 然後要檢定這三種平均數有沒有差異 那這三個平均數有沒有差異 當然如果你真的要去做它的話 用ANOVA去做它的話 它的課本的做法就 當然這個主張至少要先講 就假設主張很簡單 μ1等於μ2等於μ3 這是虛無假設 那對立假設呢 就是說有一個平均數是有差別的 然後就噼哩啪啪去算它的臨界值啊 那它這個臨界值因為是右偽減定 所以是f.invert.rt 那α0.05 然後分子的自由度是 分子的自由度是2 就是k-1嘛 3-1是2 然後分母的自由度是n-k n有12個 12筆數據 減掉k有3組 所以12-k是3 12-39 就變成9 所以帶進去得到的cv是這個值 然後接下來有了cv之後 就要算它的減定值啊 減定值的話 接下來的算法就還蠻 蠻nasty 蠻複雜的 所以你接下來看它課本再算了一大堆 噼啪啪啪就算出來了 算出來結果 告訴你 它的減定值是4.83 那4.83跟我們的這個4.26 cv 來說是落在拒絕域了 所以我們就拒絕虛無假設了 其實過程到最後這邊就很簡單 但是前面就是比較花時間要算它的這些什麼 F減定值 那最後它會得到一張這張表 那這張表裡面告訴我們的就是什麼 這個是它的群間的變異的平方核 那你想想看喔 你把這個平方核除以它的自由度是2 得到的就是它的均方 那群內的話就是這個算出來的值 除以它的自由度9 就得到它的這個群內的變異數 那你把群間的除以群內的得到的就是它的F減定值 所以這個4.83就是這兩個相處得到結果 那重點就是F這個值知道之後 你就可以算出來了 那當然這個很複雜的計算 我們當然不需要去算它 我們直接用Excel去算就可以了 好 這樣看得到嗎 好這個是原始的數據啦 原始數據反正你就照打 小車房車豪華車對不對 然後這個數據打進去 打進去之後呢 你用它裡面的資料分析 你就可以直接產生這張表啦 那這張表怎麼產生的 我們待會兒再告訴你 但是它這邊就會先跟你 告訴你說這個是 你選擇是單因子的變異數分析 然後它就跟你一些摘要 小車因為它這樣子小車4個 然後房車5個 豪華車3個 它的平均變異數它都幫你算好了 接下來就這張表最重要啦 有沒有看到 ANOVA ANOVA裡面它這邊變圓 變圓就是變異數的來源 然後它這個分成叫做 Excel叫做主肩 它就一組一組的叫主肩 那我們課本叫做群肩 所以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它這邊叫主肩的變異 那主肩的變異SS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它的這個平方核 然後它的自由度2 然後自由度 把這個SS除以自由度 就變成它的min square 然後它的均方 然後一樣主內 剛剛是主肩的 然後主內的它的平方核 然後它的自由度就是剛剛說的 這個加起來是多少 加起來是12嘛 12然後扣掉3組所以是9 然後把225.95除以9 就變成它的均方 那均方知道之後呢 它的F減定值就是121除以25 就得到它的F減定值 那F減定值知道之後呢 那我們的臨界值 因為它α是 我們α是在設定裡面會設定說是0.05 所以我們得到它的臨界值是4.25 那你就可以直接透過F跟臨界值去比 那4.83大於4.25 所以它落在拒絕域嘛 所以就知道這個是應該是被 虛無假設被拒絕 那這樣就可以得到 我們ANOVA的一個檢定 那當然它額外告訴你PValue 那PValue是0.03 0.0375 那0.0375跟0.05 比較來說它又是比較小嘛 所以它是P小於α 所以它也是落在拒絕域 那這個表怎麼來的 這個表的來源 就是你要看懂這個表 那這個表的方法怎麼來呢 我們可以到資料這邊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是不是還要再弄一次 我們趕快要到檔案來 上次我們好像也試過一次 要到選項 到爭議集 爭議集裡面 分析工具項 每次都要寫一次很討厭 分析工具項按確定 這時候我的資料 這裡有資料分析有沒有 然後按資料分析 這邊就有很多 像待會兒我們看的雙因子 也是一樣 單因子 這時候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按確定 然後這時候輸入範圍 那輸入範圍的話呢 我們就選全部的 把這個都選起來 然後呢 它是怎麼分組的 它是主欄還是主列 就是你是一個Column 那我們這個是一欄一欄 一欄是代表一個數據嘛 所以我們這是主欄的 然後呢 我的類別標記是在第一列 因為我把小車房車寫在第一列嘛 所以這是第一列 然後你的Alpha呢 是0.05 那你當然這邊可以設定是0.01 或0.05都可以 好 那接下來就是輸入輸出啦 輸出你可以選擇在原來的表 或是輸出成一個新表 那假設我們再把它輸出一個新表 好了 然後呢 按確定 有沒有它又得到同樣的結果 它就變成一個新的表格 得到同樣的結果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原先的表格是在這裡啦 那這個是我可以放在同一章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放在這邊 那才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結果 同樣的結果啦 它只是一個新的算法 所以重點是它會直接把你這些東西都算出來 那算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ANOVA的判斷 看到底是要拒絕還是拒絕虛無 還是要不拒絕虛無 就可以得到它的結果 但是你要看得懂這些意思啊 我剛剛說過最主要的是ANOVA這張表 這張表你要看得懂它代表什麼意思啊 它一個有主間的變異跟主內的變異 然後主內的變異 主間的變異這個SS代表是它的什麼 平方核 是它的原來在算變異數的分子 這個是平方核 然後這個是自由度 那自由度代表一個是分子的自由度 那分子是代表主間 主間的變異它的自由度是2 是放在分母 分子啦 那主內的是放在分母 所以它的自由度是N-K 然後這是N-E 然後把這個SS出上它的自由度 就變成它的均方 它的均方 就是主內的均方 然後主間的均方 然後把這兩個相處就得到F 它的減定值 那F減定值知道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P-Value 然後也可以 那這個臨界值當然它告訴你 你設定它0.05 它就會根據它的這個 根據它的自由度 然後根據它的α去算出 去找出它的臨界值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去比較它 到底是要拒絕虛無角色 還是支持虛無角色 就這樣 OK 所以這個重點 Excel雖然一下幫你算出來 但是重點是你要知道什麼 你還是要知道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表的意思 跟我們這個表是一樣的東西 剛剛Excel叫主間 我們課本叫群間 一樣的意思 然後它的平方核 它寫成叫SS 對不對 SS就是這個Sun Square 平方核 然後它的自由度 那這個群間的是K-1 群內的是N-K 然後再把它相處 就得到它的均方 叫Min Square 那這個東西相處的結果 就是我們剛才的課本的 這個什麼 就是SB Square 跟SW Square的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MSB其實就是這個 MSW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它 MSB就是我們的這個SB Square 那MSW就是SW Square 是同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表要看懂 看懂完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F是什麼 然後去做它的假設判斷 OK OK 好你們要不要做一下這題 這題讓你們現在馬上做一下 付費公路的這個收費站的雇員 反正就是三條公路啦 它有這些不同的這個 雇用人數啦 那你要看看這個三個 三個樣本 它的平均數到底有沒有前逐差異 你直接用 因為三個嘛 三個的話 你沒辦法直接用Z檢定 或T檢定 你只能就用它的什麼 用我們的這個ANOVA 用OneWayANOVA去做它 所以你就把這三個打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不用 用Excel你就少了很多計算 然後這個可以看出它的結果 那這是它算出來的這個 Summary Table 所以考試我可能會考你們 你們如果算出來這個表 我問你們這些意思是什麼 要稍微知道 好 坐一下吧 你們要先去記得去把它資料分析打開 這我們上次好像也做過了嘛 好 怎麼樣把資料分析打開 在那個爭議集裡面 到檔案然後爭議集裡面去把那個 資料分析的工具箱打開 然後就發生了 就算了 就算了 不用了 我不是說 我們說幾次 你就再寫了 花了 還有 中間都弄成核心 分裂 我捏了 再裂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分析工具 上一个 自己呢 你在干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有这个工具一下子就算出来了 不用在那边拉半天 但是你要真的是要懂他的意思 懂他的意思 所以你们要知道群间跟群内那个到底 主间跟主内那个概念很重要 主间就是你一组一组之间有差异 那个差异如果大的话 就代表你原先的母体可能他的平均数也会差很大 因为你是跟他跟什么 跟另外一个变异数 就是主间的变异跟主内的变异比起来的话 主内的变异是代表一个overall的概念 那如果你的主间的差异 主间的这种平均数的差异 跟你的主内之间的平均数的差异 没有差很多 那代表他的整个分配是还蛮均匀的 蛮均匀的话 就代表平均数就是不会差太多 所以他类似一种替代的方法去看他 这类似我们刚刚说BOD的检验 你不是直接检验他的有机物 你是检验他的溶氧的概念 所以你要看他平均数有没有差异 他是用变异数有没有差太多来看他的概念 所以所谓的主间跟主内的差异 主间跟主内的概念要知道 所以这题应该是什么 F算出来是F5.035 那临界值是3.682 所以应该是落在什么域 落在拒绝域 所以代表这个是有差异的 对不对 这个看出来课本 答案应该也是一样的 F是5.05 那这个是5.035 诶 有点差异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课本的比较不准 课本应该有小数点上面的位数差异 那ECL算出来是比较准 好 我们把这个讲完 那如果你检定好了之后 我们发现有差异 那但是差异在哪边呢 我们接下来就 还有其他检定的方式可以来检定 这个差异在哪边 课本这边介绍两个方法 一个叫 不知道怎么念 这可要是法文吧 翻成叫 雪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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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什么 这个应该找法国人来念看看 到底怎么念 那如果你是拒绝虚无假设的时候 那到底是哪一个差 就是哪两组资料是差异 差异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雪肺的这个检定 它就是一次两两比较 就是把平均数两两去比较 然后去把所有的组合去算出来 然后它会去看它跟某一个临界值 那它的临界值的算法 是用k-1 k是什么 k是有几群 几群 k-1乘上它的critical value 乘上它刚才的critical value 然后如果这个临界值 它临界值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的减定值 两两比较减定值 是利用sibar-sjbar 就是两个相连 也不是相连 就是两个平均数拔相减去平方 然后再除以什么 sw square 就是它的什么 就是群间的变异数 这就是它的群间变异数 然后再乘上ni分之1 加上nj分之1 然后得到这个减定值 那这个减定值 如果比它的临界值大的话 就代表这个平均数就有显著差异 那它用这种方式去减定它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公式 那这公式 好我们直接用刚才的那个立体来看 那刚才的那个立体是在算 算那个车子有没有 车子的那个油耗 所以刚才的f的临界值 刚才的临界值是 反正这个公分 这边应该是没错 刚才立体12.1的就是那个小车子 车子三种不同类型的车子 它的这个减定的临界值 quittical value是4.26了 然后它的自由度 分子的自由度2分母的自由度是9嘛 所以你可以算出来 k-1 那k是三个群组 3-1是2 乘上它的critical value 4.26 所以它的减定值是 它的临界减定值是8.52 好那8.52 接下来它的减定就是两两比较嘛 所以先比较s1 bar跟s2 bar 那s1 bar是多少 s2 bar多少 这个从那个anova的table 这个刚才的那个结果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把两个相减 然后取平方 然后呢这个sw2就是一样的 都是25.16 就是群间的 within group 群间的这个变异数 25.106这个算出来 然后一个是4个 一个是5个 所以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然后算出来的减定值是0.3 那0.3当然小于8.52 所以代表μ1跟μ2是没有不同的 好然后同样去做s1s3 s2s3 然后算出来呢 一个是8.64 一个是6.6 那8.64当然有没有高过它 8.64是有高过8.52 所以代表显著的差距是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第一个群组 跟第三个群组的平均数 那第一个群组是什么 小车嘛 第三个群组是豪华 豪华房车嘛 对不对 所以它油耗相对是比较大 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那一般房车跟豪华房车呢 其实差异 它虽然fs是到6.6了 但是还好 没有超过8.52 其实所以我们认为也不显著 所以因此只有小车跟这个豪华房车的这个平均数 是有差异的 所以这个就是Chaffield的这个Test 利用这个公式去检定它 好 那除了这个 所以这个检定其实很简单 就两两比较去检定它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Tewkey的 Tewkey的检定的公式 那这个Tewkey的检定公式呢 它是用 一样是两个相减 两个平均数相减 两两相减 相减以后出于什么 根号这个 Within group 就是群间的这个变异数 出于它的N 出于它的N 那得到的结果开根号 然后得到就是一个Q值 这个Q值就是一个 要去跟Tewkey的检定的临界值去做比较 一样也去做比较就对了 那比较如果是超过它的话 这代表有显著差异 那N是样本数 这个是群内的 群间或群内 群内 这个说错 刚刚应该是Within 群内的 不是群间 用刚才的第二个例子来看 第二个例子来看 那第二个例子是那个什么 高速公路的聘用员工的概念 我们先去 用α0.05去找 那先去像它的Q值 S1对S2 然后一样把刚才的数字相减 然后根号 Within group 就是在群内的 群内的变异数 45.5 除以N 这个N 应该是6 因为 它的样本数是只有6个 它样本数是6个 对不对 刚才的那个例子 刚才这个例子是 对不对 1 2 3 4 5 6 有6个啦 所以它不用减1 所以它的那个Q值 刚才的这个TUKI的Q值是除以N 不是除以N减1 所以它这课本原来写5 应该不对 应该写6 所以写6之后呢 它算出来结果 课本算的也不对 应该是4.176 所以是1对2的 然后1对3 3.5 然后呢 2对3的是-0.65 那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的那个减定值怎么办 它临界值在哪边 这个时候好像 Excel里面没有办法直接去算出来 这个就真的只能去查表 这个真的只能去查表 然后查表呢 课本的这个表 后面有一个表 可以去查那个TUKI的那个临界值 那 这时候可以去利用 K等于3 然后它的V是它TOTAL的这个 V是什么 V是它的这个Degree of Freedom 然后18-3 所以是15 然后搭配α是0.05去算出来 去查表查出来的临界值是3.67 3.67 那3.67的话 所以呢 我们唯一跟它差别 差过3.67的是多少 是3.67 是3.55 所以唯一的是S1跟S2 所以S1跟S2是 唯一超过它临界值的那个 所以 呃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检定也可以看出来 它 到底是哪两 哪两组数据有显著的 这个平均值有显著的差距 可以利用Q值去算它 好了 所以这是两种方法 两种方法 哪一种方法比较好也没有一定 这个因为 这两种检定的方式都只是告诉你说 呃 看出来这个群组里面是 它差异多少 那当然我们现在都只有3个群组啦 是不是 C3取2 应该是3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5个群组呢 5个群组就C5取2 多少个 10个 你就要算10组 算10组这个东西算完 然后再去跟它的临界值去做比较 然后去看出说到底是有没有差异的 好不好 这个是One Way Anova 搭配这个检定来看这个平均数 就是很大 就是你的数量如果是很大的这个样本的时候 要去看它的之间的这个差异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One Way Anova去算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那双向的部分呢 来比较更复杂 我们当然不会讲计算了 我们就直接用Excel去算就可以了 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 到时候也要知道 好 上到这边 那我们下礼拜把这个上完之后 就是最后把回归分析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再谈一下 那回归分析的部分 蛮重要的 那个回归分析里面也会用到这些 所谓的Anova的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先 先讲这个是比较适当的 好吧 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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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